另外呢 还有很多女生爱用的BB霜 要小心哦 它真的不是保养品 医生说还是不要天天用的好 之前就曾经已经出现过 有一位小姐擦了BB霜 妆化的美美的 跑去跳舞的时候 夜店里面怎么变得蓝色的脸了 简直像纳美人一样 那时候才晓得说 有些的BB霜呢 里面有荧光剂的 现在又有一位年过半百的夫人 就天天擦 天天擦 擦了两个月之后呢 竟然擦成了一张大花脸 轻轻一抹 皮肤粉嫩粉嫩 BB霜很多人都爱用 但这位54岁妇人擦了两个月 竟然变成大花脸 比较带一点浅咖啡色的种 然后有一些地方就是 颜色会有一些稍微加深的现象 她的皮肤明显的老化 布置两颊出现密密麻麻褒色斑点 连很少长斑的额头和下巴都沦陷 全部都是紫外光造成的晒斑 医生说其实BB霜 不能完全隔离紫外线 反而会有封闭作用 一旦皮肤不健康 晒伤的作用更明显 而医生说呢 造成皮肤不健康的原因之一 有可能是因为呢 BB霜里头的成分实在是太多了 照片中这一罐就是 富人上网购买的BB霜 一口气除皱美白保湿全到位 但多管齐下反而破坏皮肤的酸碱度 造成提早老化 尽量不要使用这种太多功能的 否则你会不晓得说你的 就是没有人知道自己皮肤 到底它的耐受性在哪里 其实之前就有年轻小姐擦了BB霜 变成纳美人 就是因为里头添加了特殊美白成分 但却不是每种肤质都适合 毕竟BB霜不是万用霜 想把皮肤底子顾好 老化一句保养品 天然的最后 中期新闻林志远范 三星与台北策划不到